大家好,我是超子 说起海参,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很麻烦,不适合家里面做 今天超子给大家分享一道家常版的葱炒海参 不用掉高汤,做出来葱香浓郁,海参Q弹入味不兴气 学会以后可以给家人露一手,接下来看一下我是怎么做的吧 既然是简单家常做法,那么我们选海参,要选这种即食海参 免泡发不用清洗,价格还不贵 配料很简单,准备两根正经的北方大葱 先把大葱清洗干净,切成4厘米左右的长段 葱白切长段,葱叶子从中间切开,用刀切碎 等会我们用葱叶子来熬葱油 切好以后分别放到两个碗中备用 起锅做水,开大火把水烧开,放入一小勺盐,少许植物油 水开以后放入油菜或者西兰花在锅中焯水 这个主要是摆盘来用 再次开锅以后煮一分钟,捞出控水备用 不用关火,放入姜片,少许趋香酸性的料酒 放入海参,在锅中稍微潮下水 这一步可以有效的去除海参的腥味 开锅以后煮一分钟,捞出放到冷水中稍微浸泡一会儿 只要海参吃起来更Q弹 另起锅倒入花生油 开大火把油温烧至四五成热,150度左右 油热以后放入切好的葱叶子在锅中开中火炸至 把葱叶的水分炸干,炸出香味 这个过程加成小灶大概需要三四分钟 中途多翻拌,多观察,不要炸黑 炸黑的话味道会发苦 炸至金黄色以后用罩里捞出来 这个不要扔掉,我们还要用 把炸干炸香的葱叶子放到一个碗中 加入温水稍微浸泡一会儿 把材料的香味泡发出来 等会儿我们用这个代替高汤来烧至海参 味道同样而好香 随后放入准备好的葱段放入锅中炸至 开中小火在锅中炸一个两三分钟 把葱段炸至表面微微发黄 炸好以后烙出控油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碗纯正的葱油 把葱油倒入碗中用来炒菜拌菜味道而好香 另起锅放上雨葱油 放入炸好的葱段 沿着锅边烹入一点海鲜酱油 烹出酱香味 少许料酒或者黄酒也要锅边淋入 取清增香 加入泡好的葱水 采用物理压榨的方式把水分压干 放入准备好的海参 接下来开始调味 放入少许蚝油 少许鸡汁 没有鸡汁的也可以用鸡粉鸡精来代替 一小粒冰糖 少许胡椒粉 开大火烧开锅 开锅以后转开中火烧四五分钟 把海参烧入味 如果用上汤烧至 这道菜是不用够趁的 汤汁会自然粘稠 但是我们家的清水 所以必须勾芡 淀粉水可以分两三次 少量多次的加入 这样芡汁勾得更均匀 直到芡汁全部包裹住海参 这样吃起来才会有味道 出锅之前 分两次淋入葱油 达到明智亮芡的效果 锅边稍微糊化 带有淡淡的焦香味 一道家常版的葱烧海参 就做好了 葱香浓郁 鲜香入味 上桌就是一道拿手菜 学费的同学 点完赞 赶紧做给您喜爱的人吃吧 再忙再累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 拜拜